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了 Say hello 今天是星期六 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安排是要到 这个BC Place 就是加拿大BC省的体育馆 去看一场足球比赛 In 是哪里对着哪里啊 那个什么 Brandtube White Cup 对那个 对就是温哥华的 White Cup球队 对战美国费城的球队 那这个活动呢 是这个童子军组织的 我们宝贝呢 都在童子军里边 我们Angela是在Bevers 就是5到7岁的年龄的这个group里边 In呢是已经8岁了 所以她在Cups 这个group里边 看他们今天身上都穿着 他们童子军的制服 Hello 叶尼要把你的Scarp带起来吗 那你可以放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你的Scarp吗 好的 那么我们是今天去爸爸开车 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去看球赛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一起去看足球比赛 加拿大 温哥华的White Cup球队 对战这个美国费城的球队 跟着我们一起去吧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那今天呢 时而晴天 时而多云 然后刮着大风 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院子里的树啊 树墙被风吹的晃来晃去 那现在呢好像又出了一点阳光了 出来阳光的时候就觉得心情突然变得特别棒 是不是安吉拉 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门票 我们是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去看这个足球赛 一共有四张门票 是温哥华的White Cup对战 这个美国费城 费城永年 不知道他这个中文翻译下来是怎么说 现在呢我们在去的路上了 路上有点堵 出发的其实有一点晚了 因为我们已经走到半路了 突然又想起来 制服忘记带了 他们今天是童子军的活动 所以呢一定要穿童子军的制服 那我们开车开到了一小半 然后又折回家去去他们的制服 所以我们现在有点迟到了 嗯 希望能够赶得及吧 嗯 然后我们准备今天的午饭呢 就在这个赛场里边买hamburger吃了 谁要hamburger 哇 你们还要吃什么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到那里看一看 好的我们到那里再看咯 那等一下到了现场 再去给大家聊咯 妈妈可以拿着手机 妈妈 Coach Melissa 这是我贴的一个来着吃的 哦 那个 Coach Melissa right? yeah Coach Melissa 很好吃的 这么高的风 i think this is from Coach Melissa 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到了Downtown 有点堵车到了Downtown 那这个是温哥华美术馆现在正在进行的展出是这个末奈时期的一些油画展 末奈时期的艺术品的一些展出 末奈时期的艺术品的一些展出 我们到了有点点迟了 可能球赛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但是看到还是陆陆续续有人来到这个门口在排队 还在排队 这个球赛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 每一个人都要被进行安检 然后要查看包里是不是有围巾的东西带 不能带任何的食物和饮品 所以呢我们就什么都没带了 准备进去来买着吃 谢谢 你担超红外费 你担超红外费 考虑 感谢 我来点几 Info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实在是买了太多的吃的东西了 好像不是来看韭菜的 我们吃来吃的 我们终于坐到我们的位置上了 看到每个人的腿上都放着吃了 比赛已经开始了34分钟 我们终于坐下来了 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现在搞不清楚 这个场上穿白色裤子和黑色裤子 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每一个是加拿大队 每一个是美国队 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呢 在这个买食物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小差点 你看我买了 刚刚呢 发生了一个小差点 就是因为我们买了太多东西了 我们都四个人 买了四个汉堡套餐 还买了一个鸡块的套餐 那每一个汉堡套餐呢 都带着一份薯条 然后还有这个 大瓶的饮料 我们那已经觉得 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少要了两瓶饮料 就是四个汉堡套餐 加上两大瓶饮料 还有呢 一个鸡翅 一个鸡块的这个篮子 那东西太多了 拿不下了 我刚才就一边拿着手机 一边抛票 然后又拿着东西 就一个这个汉堡 就掉到地上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离开 就是买食物的这个区域 就这个汉堡掉在地上了 我当时觉得 啊 口头要炸了 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工作人员呢 就跑过来跟我说 你是不是掉了你的汉堡 我们马上帮你换一个新的 然后另外一个人来了 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就马上走过来 从第一个工作人员手里呢 把汉堡接过去 然后问我 你买的是什么类型的 我说他买的是 Bayton Cheese Crocker 然后他马上进去重新做 这是第三个工作人员呢 他就 他也来了 然后他拿着这个 扫把立马把我掉在地上了 有人要过一下 我稍微让一下 看到的都是小童子军啊 都穿着他们的制服 然后第三个工作人员来了之后呢 就马上把这个我掉在地上的东西 清理干净 所以在大概30秒之内 有三个工作人员来帮我 一个人马上上来询问 一个人帮忙打扫 一个人去帮我做了新的汉堡 我觉得真的是 素质真的是高了 我们现在呢 不在聊了 我们专心的看比赛 来研究研究 到底白色的是加达大队 还是黑色的是加达大队 白色的球服的是哪个队 加拿大队 黑色的是美国队是吗 对 你是在认真的吃 还是在认真的看球赛 两个都是 安吉拉 安吉拉很专心的在吃 又要进球了 再 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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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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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好帅 是什么?点球啊? 点什么? 每天都喊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呀 大家都在喊 每天都在喊 没有 那为什么要喊 那为什么大家那么集中呢 对于我这个足球 对于我这个足球白痴来说 正在看球赛真的好折磨 就是看一个热闹 因为别人在喊 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在喊什么 为什么要喊 我刚才以为进球了 因为所有人都好激动 突然所有人站起来 然后那个喷气也在喷 好吧 我老公说没有进球 我也到现在也不清楚 刚才为什么要喊 看个热闹吧 看个热闹吧 我们现在看完球赛出来了 现在正在擅长好多人啊 等一下我们就要到这个Science World 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正前方的这个银色的大球 就是Science World 是这个科学馆 等一下 等一下哥哥呢 我们看完球了 等一下再过一个多小时 要把哥哥送到这个科学馆去 他今天呢 童子军还有另外一个活动 就是在科学馆过夜啊 他们要在那里住一个晚上 带着自己的睡袋 带合自己的店子 然后在那地上住一个晚上 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去过晚上的科学馆 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吗 我们等一下送哥哥去咯 哥哥 嗯 你自己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这次的Sleep Over是没有家长陪同的 哥哥一个人 哥哥肯定没有问题了 因为她的自己能力非常的强 Angela 我给你 你送我的小花 对 谢谢 讲哥 好 谢谢你 妈妈你开 妈妈你开 在干嘛 等一下我在把这个那个弄起来 这个是给你的 这个是我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别把他开 好的 这是用的这个 你拍着我啊 我拍着呢 小心车安着了 然后你看着他 OK Let's go 门关上 OK好 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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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脚好 我来了 呜呜 呜呜 好 好 走吧 你不够近妈妈 快点快点快点 走吧 好 好 冷不冷 冷不冷 那往前走吧 看看你们的Leaders来了没有 现在几点呦 现在45 那其实没来 去看一下 各个晚上呢 要在这个Science World Sweep over 哦 背光看不到是吧 他要在这个科学馆 Tell us Science World 啊 在这儿 过夜 在这一个Camp 晚上呢 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像童子军这样的活动呢 我也会鼓励孩子呢 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不仅仅是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和能力 交到很多的朋友 更重要的是能够学会 如何做为他人奉献的这样的义工精神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影片 请继续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